市政府执行开平计划多年 从105年到现在已经完成将近200条道路 其中桃园区的大庆街与龙泉五街的打通 就是其中之一 市议员黄宛如是促成这项工程的核心人物 但他认为这项计划还能更完备 因为大庆街这样只打通一半 他表示将持续争取 将大庆街打通到龙泉六街 那时候我发现了以后 我觉得真的你看像我们大庆街要出来 大庆街的民众要出来 要绕一大圈出去 甚至于要绕那边出去相当的不方便 所以既然是市府的道路用地 又不需要花费更多的预算 只要工程款所以就把这条路打通了 那民众进出很方便 那但是只做到这边 只做到这边到目前我们同意书已经取得了 就是地主的同意书我们已经取得了 那地主同意书取得以后 现在正在计划这一段 那以后大庆路要出去 甚至于到大庆路到那个龙泉六街 到学校学生上学 那边就是龙山国小相当的方便 道路打通能否顺利进行 土地能否取得往往是一大关键 王宛如表示 大庆街要能继续打通 必须先取得沿线的私有地 这部分他已经与地主达成共识 后续就等市府规划施作 在预算方面他也会全力支持 这一块有一部分是私人地 也有一部分是建设公司的地 那建设公司的地 我们跟他要求他用容易的方式 对 他也答应了 那私人的部分 那因为可能我议员的老面子去拜托他 他说好啊 那就给你们用那个 不是用市价 用公高地价征收 那目前正在设计阶段 那市已经是已经 预算已经有了 就等着施工 在大庆街旁的这块绿地 是市府的儿二八公园用地 大庆街打通到龙泉五街的工程 市府就定义为儿二八公园 与龙泉市民活动中心的掀齐工程 黄婉如表示 伴随着道路打通 将打造都会公园与活动中心 对于在地民众的生活品质 会是一大注意 那目前我们已经设计了 已经有设计经费下来 做龙泉里的市民活动中心 大概200平 然后其他的楼上 可能就是做一些社会福利的 一个单位的办公室 对 然后还有就是做脱音脱幼的功能的 一些办公场所 对 这块地很漂亮 而且又很大 然后还设置一些儿童游戏场所 对 那目前已经在设计当中 土地的使用直接影响公共建设的推动 如果能整合基林地 将能让土地使用更有效率 位在桃园区中路里国际路旁的这处绿地 就是个最好的案例 黄婉如表示 国际路一带地窄人愁 要寻找土地盖公园可说是十分困难 但他与地主达成协议 让私有地拨用给市府来整合基林地 成功改建成小公园 这块地本来是荒烟漫草 荒烟漫草 那还有一部分是民众来这边种点菜 种植点菜 对 就这样过了几十年 那这条路开通了以后 我发现说 如果能够美化这里的环境 又不需要土地取得的经费 然后又能够美化这里的环境 该多好 所以我就跟市府争取 做了这块的小公园 像这样的小公园 这段国际路的前后就各有一处 同样都是黄婉如协调地主成功辟建 黄婉如表示 这种绿地虽然范围不大 但确实是临近社区住户 所急需的活动空间 可说是能带来 极大效益的小型建设 尤其是到了傍晚跟早上 一些孩子在这里跑跑跳跳 然后还有一些的年长的民众 在那边聊天 对这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休闲地方 对这就是用最少的经费 得到最大的效益 像这样的地方 不花我们市府的这个预算 而且又能够让附近里面 有休闲的地区的地方 应该多多去发掘 多多去建设 公共建设要能切中需求 方方面面都要考量周全 能够有效整合土地资源 做好完整规划 也才能让民众真正有感